我们之前虽然教了这个金刚撒头颤 但是基本上是用的本尊法的颤 很简单 力量也会很大 但是呢 我关了一下 效果不是很好 这个不是这个本尊法的这个金刚撒头颤啊 这个不好 是大家不能相信 所以我的恩师满意上师啊 他就一致强调啊说 修法次第很重要啊 不要不重视前行加行啊 你直接修本尊成就的少啊 没有前行没有加行啊 然后这个很难在本尊法中相应啊 我现在看确实是这么回事 今天重新教 教什么 教事业部的 虽然是事业部的金刚撒头颤 但是呢 我们用了一个很好的版本 这个版本呢 是金美彭措法王 这个活着的时候 通过这个义伏藏 然后把它伏藏出来的 整理成文稿的 然后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叫腊荣五名佛学宴 就是经常举行这个 金刚撒头颤 每次都是七天 那么每一次都是 有的时候十万人一起去参加 那是相当厉害的 那么这个颤法呢 就从这个藏地啊 传向了世界各地 在传的过程中啊 有一些这个大德啊 就开始这个 考虑到大众的这个观想力不够 所以他们就用图画的方式 把这个整个颤的过程中 都画成黑白图片 黑白画册 大家拿着去造修 后来就有的大德 又用彩色照片 彩色的这个图画 那么后来呢 这个 这个有一个这个谁啊 我们大家可能是 不太知道 有个叫传习法师 这个师父很有趣 讲经说法 那么传习法师呢 他看到了一个彩色的这个画册以后 他发心 说这个要把它动起来怎么样 就是 这个弄成动画 那不更好吗 所以结果这个 当时的这个大看部啊 就立马许可他 说行 你这个 你去做 然后这个 看部把自己身边 带的仅有的五千人币拿出来 当时传习法师 要供养他三万人币 他也不要 说这三万也给你 这五千也给你 你那个钱留着做动画 这个缘起就从这儿来啊 所以在这个08年 2008年 传习法师组织的团队 在这个 拿荣佛学院 拿荣五名佛学院的这个 学院的总后盾力的作用下 然后把它完成了 所以今天啊 你们就享受这样的福报 所以我们需要给 拿荣五名佛学院的这个 这个尽美彭措上师顶个礼 给这个 现在的门措上师顶个礼 现在当家的是门措上师 那么给这个传习法师顶个礼 我们今天用的这个 这个片子啊 是从他的这个那里获得的 那么他现在发信在台湾红船 我们南洋呢 现在还没有得到重视 从我们这儿做个表率 然后使用这个 这个视讯教学 你们年纪大 想象力不行 观想力不行 所以说我们就用这个 电这个视讯教学 那么大家看几遍 就绝对就会了 会了就不用老看着他修 但是每次修 你都要在自己的脑海中 清晰地映现这些图像 映现这些图像 所以那么这个 我当时得到这个本 这个DVD以后 我十分赞叹 但是机缘一直不巧合 一直没有公开谱传 所以我们这一次呢 刚好借着这个清明将要到 那么还有呢 这个尼泊尔之旅要成行 所以我们把这部法呢 传出来 传出来 那这部法呢 这个经过这个 传习上师的团队 那么一整理 一动画以后啊 那么这个 由一个简单的一个 事业部 这个密法 包含了行部 包含了瑜伽部 包含了无上瑜伽部 那么最后在这个法中 给大家进行了大圆满的贯点 就是四贯 瓶贯 这个 这个智慧贯 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聚义贯 总共的这个是 一个是宝瓶贯 一个是秘密贯顶 一个是智慧贯顶 一个是聚义贯顶 实际上受了这四种贯顶的人 你已经是大圆满行人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公开谱传 这个不是张补生有这个大单子 这是金美彭奏法王啊 哲学的 他说这一步金刚萨头颤 这样的修法 因为仪轨整个都是 金美彭奏法王当时活着的时候 拟定的 就是由他承诺 不需贯顶 你不需要是 一定是归于佛教 你不需要归于是密宗行人 你不需要做任何的贯顶 就可以修啊 所以大家希望呢 我们的片子制作完成以后啊 拿去发 撒 你们如果有出钱的 自己拿去印也行 钱少的 你捐给我们道场 我们收到的钱 都拿去印成DVD 买世界的撒 你们认识很多佛教徒 都是难兄难弟啊 都是人嘛 又在学佛 学了半天没成就 把这个片子送给他们 免费的 让他们观修 你看谁修谁授业 要鼓掌就大声点 这个 他绝对感恩你 绝对感恩你 为什么 真见效啊 我这个修过很多颤法 那么在这次整理的这个过程中 再又重新修了几遍 哎哟 简直不得了 真见效 真见效 效果呢 比一般的这个 我们之前教的本尊这个颤的方法 那更厉害 因为它里面已经从 这个 刚才说的一个 叫这个 事业部佛法 行部佛法 到瑜伽部 到无上瑜伽部 最后圆满啊 大圆满啊 大圆满也就是上了这个 彻学多嘎 画光啊 这最后大家要看 画光都在里面啊 画光进入空性光明 然后决性 然后在决性中自己再出来 整个的气势间变成 急喜净土 你这个每天 开开心心的 活在自己的这个极乐世界中 你周围的家 你的公司 你所眼睛看到的 耳朵听到的 都会变成极乐净土 在那种喜悦 聚生喜的那个境界中 活着 这个发喜充满 那这不就最后就成佛了吗 那你活在净土里面 不成佛了 你自己的净土世界 你的家就变净土了 你的公司就变净土了 那么大家都修 我们马来西亚也变净土了 当我们把它推广到 全世界的时候 那这个世界都变净土了 这不娑婆世界变净土了 弥勒菩萨来了吗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部法呀 真的很殊胜 真的很殊胜 所以一定要重视 有些人呢 哎呀你传了好几遍了 你之前都传了 所以有些人呢 没积极性 我看了一下 咱吉隆坡的还不错 给你们一个掌声 这个还是有 我们说是有灵感 有灵感 知道这次老师传的不一样 以前是学过 但是这一次 至少老师这个病 不像以前这个病 都要病的要死了 那肯定法力 对不对 那不然老师不会受这个大难 怎么列修 七脉明年 修了几十年了 怎么会这病成这个样子 那不光是老师自己的业障 你还想想 这个一下要清静 多少众生的业障 待会你们修就知道了 所以大家要重视 那么来的人 都是真正有福报的 所以大家要重视 不要说有一些法 我学过了 这次又传 我不来不一样 这个释迦牟尼光讲 《般若经》 讲了六百卷 都是般若经 每次都讲般若经 讲了六百卷 就是讲了六百回 六百次 那像什么概念 但是每次都不一样 所以大家要知道 求法是要真正的虔诚 紧跟脚步 一个法都不舍 一次机会都不舍 你在家偷懒 做世俗的应酬 多么没意思 你至少来跟师父 修着一会 那就清静一会 要用这个 真正的成佛心 出离心 菩提心 来跟着师父修法 这个重要 机会不能错过 他 REBOC 入脚 建廳